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在前面呢,已經進行了這個二次函數的各種形式、列式 和它的這個三個係數 不管是ABCA、HAK還是Aαβ的這個計算跟取得 那我們要回來到這個二次函數圖形上面 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如果今天有一個函數 這個二次函數圖形全部都在X軸上方 代表符合,那我們要先了解到一個函數的圖形它是什麼意思 它是說這個函數它會有X跟Y,Y是它的值 它的X跟Y必須要符合某一些特定的關係 比如說這個關係叫做Y等於X平方 符合這個關係的點,我就要 對不對,就我們一開始在畫那個函數圖形的時候 符合函數圖形的點,比如說Y等於這個X-1的平方加3 符合這個要求的點我就要 這些點我都要 於是 所有符合這個條件的點,最後會剛好連成這個 這個拋物線,那我們稱這條線就是這個函數 我剛剛講Y等於X-1的平方加3 我們就說這個曲線是這個函數的圖形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曲線上的所有的點 帶進去這個函數都會成立 也就是說會讓這個函數成立的X跟Y 那些點全部蒐集起來剛好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今天假如這個圖形 它全部都在X軸上方的話 那你會發現 能夠讓等號成立 符合我要求的點的Y軸 Y的值都是正的 對不對,也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所有的點 它的Y的值都是正的 那也就是說代表這個函數 X-1的平方加3 你不管X用多少帶進去 算出來 你的圖形都一定 你的那個Y值都一定是正的 所以我們就說 如果圖形全都在X軸上方的話 代表你這個F of X 算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正的 很正 那會怎麼樣呢 既然橫正的話呢 會有什麼特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橫正的話呢 那我把它配方之後 你的極小值會比0大 就是你現在看到 這個頂點 對不對 頂點在X軸上面 所以你的Y的最小最小的那個值 還是比0還要大 還要比 比Y等於0還要在上面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你才會橫正嘛 所以 我剛剛這句話有包含兩個元素 第一個 我們看到就是要比0大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有極小值 如果今天你的頂點不是極小值 你的頂點是極大值 那雖然你的頂點比0大 可是你是不是就會往下跑 對不對 你就會從最高點往往下跑下來 所以說要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 第一個有極小值 第二個這個極小值要比0大 那有極小值代表開口向上 也就是代表A會是 大於0的 A是正的 對不對 一開始的這個A 不管你是配方之後的A 還是你是Y等於AX比方加BX加C的A 它要大於0 那這是一個觀察的角度 另外一個觀察角度呢 我們會發現 如果你圖形橫正的話 那麼你這個圖形跟X軸沒有交點 換句話說 Y等於FofX等於我們這個叫做X-1的平方加3 跟X軸Y等於0沒有交點 也就是如果你拿這個多項是X-1的平方加3 去等於0的話 它不代入嗎 等於0的話 你求出來呢 你是找不到兩根的 兩根就是圖形跟X軸的交點 你找不到兩根 FofX等於0的時候會無解 也就是說呢 你的這個東西呢 如果我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變成一般式的時候 我可以用判別式 這個判別式還記得嗎 D等於這個 B平方-4AC 判別式會小於0 因為你找不到兩根 我們在那個之前整理一般式的時候 有提到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有兩根 我的圖形如果有跟X軸交點 不管它是朝上還是朝下 我只是順手畫朝上的 我今天圖形如果跟X軸交兩點 那這兩點就是所謂的兩根 這一根是這個2A分之負 2A分之負B 加根號B平方-4AC 這一根是2A分之負B-根號B平方-4AC Y都是0 這樣子嘛 那我們 就這一根和這一根 那我剛上 之前有講到就是說 這個是加這個是- 因為你 根號是正的 所以加根號一定是在比較右邊 那這個時候它的中間點呢 它的中間點會是 2A分之負B 好 那於是呢 這個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地方的X本身是2A分之負B 那麼這一段就是 這個2A分之 根號B平方-4AC 這一段 這一段的距離 也會是2A分之 根號B平方-4AC 所以你這兩點就是 2A分之負B 然後 加 減 根號B平方-4AC 那所以說如果今天這個 我的這個圖形在移動的時候 移到了最後它沒有碰到 X軸 但它頂點仍然在 2A分之負B的話 也就是說2A分之負B 加 減 根號B平方-4AC 並沒有東西嘛 並沒有東西那是為什麼 那就代表說這個根號B平方-4AC 已經 小於0了 你可以說 你也說不存在 因為根號不可能 小於0 所以我慢慢 慢慢往上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這個 2A分之 根號B平方-4AC 這一段 越來越小嘛 對不對 它越往上移 是不是 這一段越來越小 越往上移 越來越小 所以 最後終於沒碰到的時候 然後 這個 這個B平方-4AC 就會 小於0 然後這個根號 小於0就不存在 那如果圖形全部都在X軸下方 也就是說 你算出來的Y 全部都會是負的 全部都會是負的 你這個圖形上所有的點的Y的值都是負的 也就是你每個X帶進去這個函數所算出來的結果都是負的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我們說函數就很負 那麼你就會有極大值 而且這個極大值本身是負的 所以開口向下 A小於0 然後你也一樣是無解 因為你也一樣沒有碰到X喔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去判斷這個函數 不管說他圖形畫出來 是不是全部在X軸上方 是不是橫正還是橫負 那我們都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去判斷 那總共有兩套系統 一套系統是利用 這個D是指判別式 利用判別式和開口方向判斷 另外一套系統是 這個 利用 Ka判斷 就是利用那個頂點的Y座標和A判斷 就像我們剛才這樣子 像我們剛才這樣子 你如果一般來說 就是說如果你拿到的是一般式 你就可以用判別式和開口方向 判斷你圖形橫正還橫負 如果你拿到的是已經整理過的標準是 你就用這個頂點和開口方向去判斷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體整體整理起來會怎麼樣 如果今天判別式是正的開口也是正的 判別式是正的代表與X軸有交兩點 然後A是正的代表開口向上 那麼圖形畫起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好這個 我再說一次 判別式這個B平方-4AC 如果它是正的代表你到時候兩根 2A分之負B加減根號B平方-4AC 會有怎麼樣 兩相異根嘛 對不對 那這兩相異根代表你跟X軸會交兩點 交兩個相異的點 然後開口會向上 那圖形就長這樣 那它就沒有橫正橫負喔 它就沒有橫正橫負 它就是長大概這樣子 當然它可能長在這一邊啦 我們主要討論的是它跟這個X軸的上下關係 那如果今天判別式是正的但是Y是負的 代表你還是有交兩點 你還是有交兩點 然後開口是向下的 所以其實你是往下凹嘛 然後你還是會交兩點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判別式是0 開口向上 這個A大於0 開口向上 判別式是0的話 代表你的2A分之負B加減根號B平方-4AC 裡面這個B平方-4AC是0 所以你加根-0 也就是說你最後的答案只剩一個 就是2A分之負B 就是你的那個頂點 你只有一個頂點 代表怎麼樣 你的圖形跟X軸交一點 你的圖形會跟X軸相切 然後開口向上 這樣子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你的 一樣你的這個判別式是0 代表你會跟X軸相切 你如果讓函數等於0的話 解出來只有一個重根 好 然後開口向下的話 你的圖形會 長這樣 我再說一次 就是我可以畫這邊 我也可以畫這邊 就是 蟲蟲醬是看不出來是 他的 橫向在哪邊 但是他就是跟Y軸指交一點 開口向下 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判別式小於0 判別式小於0 代表你如果 這個解 讓函數等於0的話 解出來是5解 找不到X 可以讓這個函數值等於0 也就是說你找不到X 他在 他可以讓Y等於0 然後帶進去會符合你的這個函數 所以說圖形不會和X軸相交 因為X軸就是Y等於0 那開口又向上 開口又向上 與X軸怎麼樣呢 不相交 比如說這個 這樣 那如果今天 這個判別式小於0 A也小於0 那與X軸也是不相交 開口向下 就會長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是這個用頂點的Y座標來判斷它的話 就是當我今天函數已經被整理成一般式了 標準式 函數已經被整理成標準式了 那我會取得他的頂點HK 這個時候我從頂點觀察 如果你頂點的Y座標本身大於0 這是你的頂點 但也有可能在這邊 這是你的頂點 那開口又向上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也這樣子的話 你的圖形就跟X軸沒有交點 X軸交點 你也可以說怎麼樣 橫正 這個附帶一體 我們剛才看到 如果說這樣叫橫正 對不對 就是跟X軸沒有交點 整個圖形在X軸上方 整個圖形在X軸下方的話叫橫負 就是說你的 這個Y等於F X等於 就是比如說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這個函數值解出來一定是負的 就你的Y一定很負 那如果其實 那有交點 有交兩點當然就是有相交 那如果剛好交一點 你可以說它是橫 這個F of X 橫正是橫大於0 可是我又可以碰到啊 所以我是大於等於0 那這個是F of X 小於等於0 就是它永遠會 小於等於0 橫正你就可以寫F of X 大於0 這樣 橫負就小於0 所以這就是幾種不同的講法 就是說你可以說它跟 它跟X軸無交點 你可以說圖形橫在X軸的上方 你可以說函數橫正 你可以說F of X 大於0 橫成立 對任何的X來說 F of X大於0都成立 你有很多種講法 但就在講同一件事情 就是講它的圖形會這樣 那圖形是這樣的話 它判別式會小於0 然後它的頂點的 K值 就是頂點的Y座標會是正的 開口向上 如果K大於0 然後A又小於0 也就是說你的頂點 在Y上面 那頂點在X軸上面 然後可是你的開口向下 那你其實就會交兩點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是 這個K等於0 你的頂點的Y座標就是0 那麼開口向上的時候 你其實會跟X軸相切 會交一點啦 那也就是我們講這個時候 F of X會大於等於0 對所有X橫成立 它的F of X值一定會大於或等於0 等於的時候就是這一點 那如果你的K等於0 然後你的開口向下 就畫出來是這樣 與X軸相切 開口朝下 F of X小於等於0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你的K值是負的 開口向上 就交兩點 頂點在X軸下方開口朝上 那與X軸交兩點 就是函數等於0的時候有兩個相異根 那如果K小於0 也就頂點在X軸的下方 然後開口又朝下 那就不會碰到X軸 所以函數就橫覆 這樣子 就透過 這個K坐標跟開口方向 透過頂點的坐標跟開口方向 或者是透過 列成一般式之後的那個判別式D B-CAC和開口方向 可以去判斷這個圖形 然後之前的作業有這麼一題 Y等於F of X 然後一樣他列了四個函數 他說這四個函數都跟Y等於2交兩點 那他跟這個我們在前面那一集 講解完這一題 上面這一題 上面這一題跟下面這一題 剛好是對應的 對稱的 上面這一題他 你仔細看你會發現 他前面的這兩個係數一樣 代表他的開口大小也一樣 而且他頂點坐標 就是那個2A分子-B也一樣 你去配的時候 你前面那個H會一樣 所以他唯一差就是 差在那個K 上下移動的問題 那於是我們透過他上下移動 離這一條Y等於2越遠 頂點離他越遠的 開口會越大 這一點來去判斷 那下面這題就不一樣 下面這題你看他給這個標準式的時候 這個都X-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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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呢 他的頂點在 然後後面都加1加1 他的頂點在同一個位置 當然這兩個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看這兩個 他們兩個的頂點都在-21 -21 那所以呢 差在哪裡呢 然後他說都跟Y等於2交兩點 所以Y等於2大概在這裡 那X就差在他的領導係數不一樣嘛 就是說他在他的那個A 也就是開口大小 那要注意喔 A越大 A越大你裡面多1的時候 整個函數是增加越多 對不對 好我這裡 比如說-2的時候 帶進去這邊是0嘛 然後Y會等於正1嘛 這是他的頂點嘛 那如果我現在是 這個-1呢 比-2大一點 那算出來這裡面就會是1對不對 這裡面是1的話 這裡是乘1 所以 如果是這個函數的話 Y-1的時候會比這個值 會比正1還要多1是2 那但是這邊呢 Y-1的時候呢 他會乘2 他會比正1要多2 那就變3了 所以說開口 所以說這個係數越大的 他X增加一點點 Y會增加越多 或減少越多 看你是 這個-的話 如果你是負越多 他就會減少越多 所以這個 這個係數的大小 他的 他的這個 數的數值越大的話 他上去會上的越快 那開口就會越窄 所以呢 如果說這是這個的話 這個就會比他寬 對不對 這個就會比他寬 那你就會發現 喔 那很簡單啊 開口越窄的 他跟這個Y-2交的那個距離會越短 對不對 所以 等於說這個 前面這個係數越小的 開口就越大 交的這兩點的距離就會越寬 對不對 好 那從這裡來判斷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他 所以說這個 比較窄 這個比較窄 這個比較寬 那麼來看這個 這個跟他很不一樣啊 可是呢 你仔細去畫 你真的去畫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頂點在二一 那麼就是說 雖然 我寫一下 這個 這個是F4 雖然說他跟 這個他們的頂點不同位置 但是高度一樣 所以他一樣從這個頂點出發 然後一樣 讓每 這裡的X如果每增加1 他會讓整個數值增加2 讓整個數值增加1 所以說呢 他其實畫出來 他的造型會跟 這條藍的造型 會跟這條綠的造型是 幾乎是一樣的 我這樣畫太寬了 OK 好 所以這條藍的造型 跟這條綠的造型 會一樣 他們開口一樣大嘛 然後他們又離那個 Y 離這個Y等於2 一樣遠 他們的Y值都是從 都是從這個 1 然後這條是Y等於2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其實只在乎說 你的頂點離Y等於2 離多遠 如果你的開口一樣大的話 所以其實這兩個一樣 可以嗎 其實這兩個一樣 那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的前面是負的 他開口是向下 那開口向下呢 可是他是負1 換句話說 他跟他 跟這個藍色這條的造型 也是一樣 只是他開口向下 然後 這個時候問題就在於這裡 他的Y值是 他的這個頂點的Y值是π 那個π呢 是3.14多嘛 那 這個點是1嘛 這個點的Y值是1嘛 這個點的Y值是2嘛 這個點的Y值是2嘛 所以3.14多的話 會再比他更高一點點 我們選 粉紅色 所以等於說這兩個之間的距離是1 所以等於說這兩個之間的距離是1 但是這兩個之間的距離是1.4 因為他是2嘛 他是3.14 所以是1.14 多啦 1.14多 所以他其實離這個Y等於2更遠 那更遠的話呢 開口大家要一樣 然後又離得更遠 那雖然說他是從上到下的 可是你就可以了解到 其實他 會離 會開得更 就是他最後碰到這條的時候會 碰的2點會更開 對不對 因為他是 如果他剛好在3的位置 會剛好跟他交在同樣的2點 但是他現在更高了一點點 所以他的位 他交的這2點位置會更開 那所以說這一題呢 所交的2點合者相距最遠 答案是 I 那這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透過這2題 讓同學 來去從圖形上面想像 我們在二次函數 這個單元有兩個學習的核心 一個是了解二次函數的這個 多項式的運算 就我們介紹了這個 一般式標準式和根式 然後各種的運算 那另外一點是讓他們了解 二次函數的圖形 圖形應該要長怎麼樣 然後是軸對稱的 然後圖形如果移動的話會怎麼樣 如果圖形跟某一條線交點的話 是怎麼樣 這樣子 那麼在最後也是之前的問題 這個有一個二次函數 y等於f of x 是3 x平方加bx加3 他說不論t是核數 f of e加t等於f of e-t總是會成立 橫成立 那問你這個b到底是多少 那麼其實就是說如果我現在 有一個函數 然後我現在有這個點叫做e-t 這個點的x值 x值 x值 是e-t 這個點的x值 那就是我把函數畫在x軸上 但是他不一定要在x軸上 這個點的x值 是1加t 那就是說他跟你講說這樣子的這兩點 的y值一定會一樣 那其實就是在講說y相同的時候 y相同的時候 那個對稱軸就在這兩點的 中點 就是說你 從某個點 這個點是他們的中點 走到這一段跟走到這一段 都是走了 你會發現 這個是1加t 這個是1-t 所以其實他們的中點 這一條就是 x等於1 這條就是x等於1 那就說x等於1的時候 e加t和e-t的y的值就會一樣 對不對 你如果把e加t加e-t除以2 取終點 你就會找到剩1 這樣也可以 那這一題其實只是要讓老師 利用這個題目跟學生講解 就是說 有可能用這個方式描述 當題目出現這一句話 f1加t等於f1-t 橫成立 那他其實是要說明就是說 這個圖形 以x等於1 為對稱軸 那既然對稱軸是x等於1 那這個1就會等於 因為我們知道對稱軸應該是 -2a分之b 所以1就應該會是-2乘以1分之b 所以b是-2 那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 然後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 或者直接點下面的連結去 那個 fb的專頁 找圖片 我們都會把 作業掃 剪圖 剪圖 剪下來放在fb上面 好 那我們這樣 跟上到這裡